打卡上班已不再是卡片感應室 現在刷臉就行 人臉辨識系統今年應用大爆發 現在人臉辨識系統主要用在公司考勤之外 像我是來賓來到這裡採訪 也能先照片見檔 在照片見檔之後 我隨後來到他們的機器前方 即便我戴著口罩 仍然可以清楚辨識 只要來賓來 先見智就能選去櫃台登記步驟 疫情爆發後無接觸當道 人臉辨識將成社會新常態 上院院原本預估 10年間將成長1.5倍的人臉辨識相關應用產值 已經上修到成長3倍以上 根據研調機構預估 人臉辨識全球產值2020年起 以每年17.2%的速度強勁成長 2025年將達到85億美元 約合台幣2363億 例如說健身房 會員制的健身房 因為這個會員進出 透過這些系統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除了進出管控很確實 那這個對疫調的一個協助也有很大幫忙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在工地的一個管理 員工那個老公的一個進出 做一個很好的一個管理 健身房大型工地4000人 靠登記太慢太沒效率 人臉辨識成了優勢 更讓公司台灣市占第一 疫情之下台廠百花齊放 像是最普及的舊室門禁跟安房 能有效自動化人員進出場所流程 物業管理零售跟長照市場龐大 長輩住民一走出立刻被攔下 靠得正是上方監視器 一抓到人臉除了亮紅燈 電腦也會立即跳出姓名警示 過往的經驗常常有些失智長輩 想跟著這些家屬離開 那也透過這套系統可以精準的警示 會告訴我們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疫情之下 長照機構更得嚴密管控人流 除了長輩不能隨意離開 進去也得管控 像是記者測試 沒資料就不能進入 但已建制的家屬就能在特定時間 自由進入探親 人臉辨識的技術升級 不只是人站好來辨識 連一群人移動中也能識別 追蹤我要找人 我去大巨蛋 看完演唱會以後 我小朋友不見了 你只要把手機裡面的小朋友照片 給我的這個系統 我就給框內出來說 他在過去一個小時 去了東山門 西山門 北山門 所以你應該去哪邊找 所以尋人的這個 就是人臉match的這個 它是有很多新的場域應用 那這塊也是我們現在在強攻的 疫情刺激 AI軟硬體成熟 加上美國制裁 讓中國大陸的人臉辨識業者 逐步退出市場 台灣人臉辨識公司正迎來 前所未有的絕佳時機 下一步將朝金融發展 不管我們金融業的認證裡面 我們需要很多的這種 所謂零貴的開戶 然後或者所謂 面對面的一個確認核保 那這個部分 所謂這種know your customer 未來可能這種KYC 未來可能會朝向 所謂線上的EKYC的方式 那所以你可能可以利用自己的證件 跟現場拍的照片 去確認說 證件跟本人是不是相符 那透過線上就可以完成認真的一個工作 金融合計智慧安控跟居家門禁 現在就連電動車自駕車也是市場 鴻海旗下的複製節 就將人臉辨識應用在車內 只是人臉及資安 隱私跟方便該如何權衡 將是合計公司的最大考驗 TVBS新聞王星唐 王瑋婷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 按小鈴鐺 任職 扮演 向前 我們會再出現